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先前曾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运用各种管道, 想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谈。 金正恩也在上月27日与南韩总统文在寅对话时表示随时准备好与安倍对话, 而文在寅也在29日打电话向安倍晋三传达金正恩的意愿。 近日却有日媒揭露金正恩同年时,曾与当时北韩官员秘密造访日本东京产经新闻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前北韩劳动党秘书市副市长朴英武,曾在1991年,偷偷持假的巴西护照, 并换名为约瑟夫·Joseph秘密入境日本。 据了解,当时朴英武带着金正恩和他的二哥金正哲入境日本, 报道进一步提及,当年日本搜查局并未发现金正恩的真实身份, 直至1996年朴英武间谍身份曝光后,当局对他展开调查后才发现, 他曾在1991年5月12至22日间,带助金正恩及金正哲入境日本, 造访东京迪士尼,并于隔年的4月2日至12日间带助金正恩, 再次到访日本报道推测,若金正恩是1984年生, 那么他1991年入境日本时,年仅7岁,金正哲则有10岁。 日本当局依据朴英武的信用卡记录,推断后发现, 当年他极有可能曾至东京迪士尼一游。